游戏结束 恭喜大家顺利完成游戏 既然是游戏 总要有一些惩罚措施 那么奔场游戏的最后一面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我不走 想来游戏的规则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我们的下一场游戏 两天后开始 那个人被带到旁边的房子里 突然就没了声音 我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 都会像刚刚那个人一样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呀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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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园 游戏 惩罚 真是疯子的心情 这很像是一种筛选方式 被筛选出来的人 会怎么样 成为乐园的一员 或者其他怎样 总会不会是什么好事 他们带走游戏的最后一面 这与其说是一种惩罚 不如说 更像一种心理不义 恐惧 猜忌 会让人丧失原有的判断力 更容易被表象所迷惑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 把我们抓来参与这种游戏 显然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因此 也还有时间来想办法 你 你说的对 还有办法的 一定还有办法的 我得好好想一想 刚才 谢谢你替我解围 不然被带走的人 恐怕就是我了 小事而已 不必在意 你很害怕赛车 有时候会觉得 赛车就像是一个 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只能眼睁睁被吞没 无计可使 噩梦 这倒是个新奇的比喻 很奇怪吧 我总在想 如果我能够再坚强一点 比如像月这样 或许就能战胜噩梦了 但是 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每个人都会有害怕的事物 这很正常 有的时候能否赞上它 也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看法 对于我来说 赛车 是一项可以带来自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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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 是不是还挺神奇的 虽然我还不是很能理解这种感觉 不过这样一想 好像确实没那么可怕了 月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什么 明明自己还很不安 却还想着安慰别人 这副样子 让我想起了我妹妹 她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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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深的路线很重要 刚才进行游戏的时候 我记住了一些外面的道路 我把它换下来试试 我们刚才跑过的赛道 大致是这样的 这里 还有两处进入 我的妈 车厂的中心位置 就是这个赛道 可惜由于时间太过仓促 周边的建筑分布 没能记录下来 普通人可没有办法 把只跑过一次的赛道 完整滑下来 更不要说记忆周边滑镜 我的记忆力 的确比一般人略好一些 但是这似乎也没什么帮助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只要我们股权这张车场地图 就可能制定一条 最稳妥的路线 这样 凭你的记忆力 你大概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至少还需要一次游戏 可是 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成功 相信自己 必试着去掌控自己 除了前方的目标 什么都不要想 我会努力坚强起来的 我会努力坚强起来的 这张地图收好 先不要省略 人多口子还要小心为生 其他的不必担心 我会照顾你的 对 原чик 社会 院友聪苏 选IP 突出 罚 看 现在 從现在开始 你就 只需要 记着 超越那条 终点就好 你只需要记着 那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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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